会说一定不可以 所以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孩子 那我现在给你有一个 因为我的领域是伦理 我一直讲的是直接的多胎 那我们说也不可以直接的杀无辜的 我们为什么一直说直接的 有你刚刚提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这样说 一个妇女她得到癌症 就是子宫的癌症 任何的情况 子宫的癌症 任何的情况 如果那个医生告诉他 我现在要拿掉那个子宫 要不然你快死了 那这是普通的直接的行为 就是拿掉这个子宫了 那这个是他的直接的行为 我们论理说 那我们会说当然可以 那怀疑她那个时候也是怀孕吗 那我们说这个不是所谓的直接的多胎 因为你直接的行为是 在任何的情况是拿掉子宫 那多胎的死了是 你是一个后果 一个后果 这个比较复杂 我不知道 我了解 都办的人可以可以懂 这个是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 就是说如果两个要死了 也渐渐的就是一个 我刚刚说的 在普通的情况 就是会做这个开道 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说你不能等 但是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但是如果有是渐渐的 我刚刚讲的不是直接的 那我想天居家会接受 也佛教 因为这个不是多胎 它是开道为 然后要子宫 那这一类的治疗 不过我在说这个是几乎没有了 那我们渐渐的谈的 几乎就是变成了 OK 我知道我的孩子会直降的 我知道他会可能是 那个残障者 遗传病 遗传的 就是现在屠成的 成恶劣 现在有你高生父母 现在这样的孩子 这个孩子没有 等等的问题 还会拿掉 现在要说的 很多人就是因为是女性 要拿掉 很多人 我是碰到很多 最近一个例子 就是说 那个妈妈是天主教 那个乙生高生塔 你的孩子是几星的 他说对不起 没有关系 那那个乙生骂他 说你一定要拿掉 他到另外一边 也告诉他 到最后第三个再说 好你可以生这个孩子 那为什么医生 现在是这样 因为那个法律 在台湾说 如果有几星的 你一定要告诉母亲 他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 很多医生 现在很怕 法国不是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有母亲 他生孩子以后 孩子是就这样的 他要告那个医生 医生没有事先告知 对对 所以这是现在 那个整个的法律 是相反道德 那我给你再一个例子 就是不是最近在台湾的媒体 一个九岁的女孩子 在南美被抢包 这个都在媒体很大的事情 就是那个师傅刚刚讲的 OK 那就是媒体会播这个 变成了很大 OK 那这是在田居家的国家 那就是田居家不让他 那说真的 这个国家 是不可以 因为抢暴 所以有人偷偷地 偷这个孩子 以后不知道 什么事情发生了 好